香港自從出現九七問題 一些對香港前途沒甚麼信心的香港人 都想盡辦法移民外國鋪定後路 加拿大、澳洲和美國 都是香港移民嚮往的地方 不過由於美國給香港移民的限額 每年只維持六百個 移民美國的人數就沒甚麼特別增加 對於這位梁太來講 她在美國並沒有親戚又沒有專業知識 而美國目前也很少接受投資移民 所以梁太要移民美國就要另想辦法了 唯一的途徑就是結婚 我女兒又來到這裏結婚 她拿了美國生販 變成可以申請父母、兄弟姊妹 即為了移民就嫁過來這裏 那一點點吧 原來美國當然要尋求途徑 梁太將個女兒嫁來美國 想著不單止可以申請到自己移民 還可以申請兩個兒子 她打算遲些叫來個大女兒和女婿 來美國 她說不想下一代過著沒有自由的生活 民生說句就怕九七年 我因為我親戚 我中國大陸有親人在這裏 受苦 變成經常要拿些東西上去 我們在香港是自由慣的 不慣受束縛 想著兒女 都好像我們以前在香港 過慣過那種自由的生活 所以叫兒女來美國 新近移民美國的人當中 有很多在香港的專業人士 本來在香港過著高人一等的生活 來到美國 事業根基和社會地位 都要從頭開始建立 是甚麼令到他們作出 那麼重大的決定 我移民來美國那個日子 1984年的時候 在香港關於九七年的事關 比較 當時人心事實上都很徬徨 而且看著港幣就跌到 由五個多人錢跌到 九個多人錢都會跌的 所以在那段日子裡面 這樣的經濟環境 所有 例如我做地產這一行業的 公務程人員 我發現這些事要停頓的時候 不知道要停多久 如果香港萬一停到不好 我都是沒有事做的 與其是這樣 我為甚麼不去找另外一個 新的環境裡面來搏一搏 潘超王以前在香港 是有專業資格的土木工程師 是長江實業公司的高級職員 月入兩萬多三萬元 來到美國 不承認他的專業資格 後來托朋友介紹 找到一份劃職的工作 雖然所做的工作 跟以前差不多 但是他在工程界的地位 就相差得遠了 我在香港 就做了十年的日子 人家就有這麼多 在工程界裡面 例如那些contractor 他都認識我 我很多都認識的 知道了這個人 以前是這樣做的 工資方面也知道了 所以我就不需要再 做很多準備工夫 但是這裡不同 人家不認識我 你說你在香港做到天花農房 也好人家不知道 所以我在這裡就要做很多 關於那些 將來做設計的工作 所以我就會天天去圖書館裡面 有些什麼有關的資料 美國人是怎麼做他這裡的事 潘太太在香港 是有十年經驗的藥劑師 美國同樣不承認他的資格 來到美國 足足做了七個月義工 是沒有薪水的 就算是這樣 初時都沒有人放心給他做 令到他很失望 第一個月去的時候 他們就只給我做雜工 人家送一些藥 我便填上去 放好他 但是很快 你做出來 別人就會知道 你對這行業很熟 差不多過了一個月之後 我可以開始做口服的藥 因為這裡是24小時 傳藥給每一個病人 我們就開始 感覺藥給病人 剛才你說你做了七個月義工 做義工的時候 有很多是做雜工的工作 而你在香港已經有十年的工作經驗 你在藥劑配藥方面沒有經驗 你當時有沒有覺得很… 我當時很失望的 因為你不知道你這段時間到底有多長 又不知道你到底是否可以走回日本 和他們在路盤行 好幸好我做了 我做的醫院裡面的工程 大部分都是越南和菲律賓 他們一直鼓勵我 告訴我 他們都是經過一段時間 而在這七個月來說 並不算長 潘生潘太太其實是少數幸運的移民 不需要太長的時間 就已經可以找到工 而且還是自己的路盤行 雖然他們今天的收入 比起以前在香港 就相差得遠了 他們現在兩個人 躍入四千元美金 在美國來說 即是相等於兩個 美國一般大學畢業生的起身點 潘先生說 給香港這裏的生活和物質享受 下降是很明顯的 舉個例來講 在香港我們經常走到外面 那些酒糧茶室吃東西 就算很貴的那些油水海鮮 我們就照買回家煮來吃 或者是買那些衣著 有些歐洲流行貨式 我們就去買 所以變了香港 這些消費本身來講 我們就多了很多 因為都可以買得起 所以就會這樣做 但是來到美國 例如我們現在 總收入了差不多四千元美金一個月 這樣的時候 我們在四千元美金裏 我們有成半數 就拿去保險 汽車分期付款 房屋分期付款 稅又扣得多 扣了二十幾百個百仙 差不多扣了三百個百仙 這些保險和稅 已經去了我們總收的一半 現在彷徨的日子終於過去 潘生一家慢慢安定下來 儘管他們的生活享受 和社會地位都比香港差 他們仍然沒有後悔 我自己就經常都這樣自己和自己說 我在香港當時的生活 不是說一朝一夕得來 我已經累積了十年 然後我才得到這樣的生活的程度 和得到這樣的享受 我現在在這裡只不過是兩年而已 很可能我在這裡經過十年之後 我也可以得到同樣在香港這樣的成果 自己都是這樣自己安慰自己 如果不是這樣的話 你一直這麼細看下去的話 那天怎麼能夠生存 潘生和潘太一家都比較年輕 而且懂英文 可以跟本地人溝通 對於適應新生活來說 是比較容易的 移民行列裡面 有頗多是年紀老 不懂英文 又不懂駕車 適應能力比較低的退休人士 對他們來說 移民的苦悶生活是難受的 陳太太為了九七問題移民美國 本來她是跟女兒住在加州一個小鎮 生活實在太苦悶了 於是她一個人搬來這裡三藩市唐人街 想著多些人同聲同氣 日子會沒有那麼難過 我女兒那裡很悶 她又要上班 我學日要上學 剩下我一個人 很悶很無聊 思前上學 想這樣想那樣 想那樣 想自殺 悶到 為了日子好過些 她千辛萬苦托朋友 介紹學車醫 目的不是賺錢 而是為了有所寄託 有班工友 一起有談話有講 不過 放了工之後 她又要孤孤獨獨回家 等其他人開工 比較兩地的生活 你喜歡哪裏 我喜歡香港 你喜歡香港 你不留在香港 又要來呢 所以這些是很矛盾的 所以我現在經常回去 有時間連回去兩次 連沒有兩次都有一次 子女在這邊當然是跟子女 我也想留在香港 你既然不喜歡這個生活 又要留在這裏 你覺得這樣移民化 值不值得呢 我不值得了 每一個轉變都會有德有失 每一個移民是不需要付出任何代價的 對有錢的移民來說 代價就是犧牲 比較多姿多彩的香港式生活 加拿大的溫哥華 是香港投資移民的集中地之一 所以那裏 香港有錢人特別多 吳智能以前在香港開了二十幾年工廠 移民之前是三間工廠的老闆 有十萬隻廠房 他在香港長袖羨慕 來到這一處 本來打算開工廠 做回本行生意 可惜總是困難重重 這裏做生意 大的生意 就被外國人 就已經壟斷了 中國人 就只是適合做什麼 做餐館 暫時來說 將來很難說 或者中國人 或者會凌駕於外國人 都未定 但目前來說 就只是做餐館 和小生意 和國際店 做餐館 那些東西 變成了 生意範圍不是很大 除非近年 有些中國人 做地產 或者其他東西 比較 也都有 但為數當然 不是太多 除了被本地的人 壟斷了這大的行業之外 和政府做生意的法例 和工會的勢力 有沒有關係 是有些關係 BC3公會的勢力 就大很多 爸爸 人家問有沒有蔣家皇 條本書 有的 我稍後拿出來 你進來拿 好 吳先生現在開了間書店 每樣都要親力親為 兒女都要幫忙 以前 吳先生那間廠上了軌道 上班才是開下會 他以前有三輛平置房車 有兩個司機 為了移民 臨走之前 將住的那間屋 降價出售 吳太在香港 家裡有兩個工人 不用自己煮飯買菜 平時多數行行公司 現在呢 就要到店裡幫忙 那些什麼事 生活方式有這麼大的不同 從來來到有沒有不習慣 少少 少少 但是 都可以克服的 因為 我們家庭 每個人都歡喜這裏的生活 這裏的天氣 都不錯 為了移民 你覺得犧牲了些什麼 表面上來說 犧牲很大 其實上 犧牲怎麼大法 做生意不做 就犧牲了很大 是嗎 為了家庭的 大家的融合 和自己的信心 過來這邊 也是有一種樂趣 是補償的 吳先生說 他這次移民 是打算落籍生根的 不過 吳先生這種想法 其實並非是大部分 有錢老移民的心態 梁雅力是移民顧問 他協助過頗多香港人移民加拿大 尤其是以投資身份移民的 香港人是否真正想移民 他應該很清楚 很有錢的 那些大廠家 那些醫生律師那些 其實講到明都沉 他一定那些是靠過骨 那些他不會 真真正正的 是投資的 加拿大 總之OK 好像就這樣 用什麼 醫生來講 醫生的話 他多數會送老婆 太太 太太來 自己就回到香港再行醫 他真的沒有買印索 如果1997是好的話 他就留在香港 扔了護照 如果不好的話 他一定能飛到加拿大 其實他們找個太太來 移民加拿大 也找太太過橋 太太買印索 現在個個都是這樣 給大家聽說 你嗎 你會看 曾榮終於都等不到福盈奇滿就回來了 曾榮跟他的朋友說 移民的生活就好像坐牢一樣 今天曾伯決定不再捱下去了 曾伯去年4月以退休移民身份移民加拿大 在多倫多市更加定對 根據加拿大的移民規例 四年之內一定要在當地住足三年 才有資格成為加拿大公民 這次曾伯住不夠兩年就毅然回來 等於決定放棄這個移民機會 他說不適應當地的生活 根本上是不適合我 就怎樣呢? 就好像在夏天來說 我早上就走一行一神運 我們走去行一神運之後 就走出去唐人街打麻將 喝茶 初初期就挺好的 新見到的舊朋友 有時有聯絡 整整一下太過單調了 好了,跟住一到下雪更厭煩 因為第一,我的氣管 我在下雪 對我的氣管有影響 第二,又不用去街 出街,你要坐車 由我家走去那個車站 要走兩個字內 如果落大雪 我怎樣走出去呢? 即是困住我在家 困住我家 就等於三等移民 第一等,就等天光 第二等,就等吃飯 吃完飯又等客 又睡覺 就整天這樣等 去年真伯一家六口 離開香港的時候 一點都沒想過會回頭 他們變賣了在香港所有產業 拿些錢在多利多附近一個小鎮 買了一間舊汽車旅店來做生意 這項交易當時轟動全市 不止電視有專題訪問 報紙也以頭條新聞報道 旅店開幕 當地市長還親臨展彩 一時成為街話 今天他們全家有一半人 都適應不到加拿大的生活 回到香港重申置業 決定以香港為家 事實上自從出現九七問題 移民加拿大的人數不斷上升 1983年 商業移民有2200人 84和85年 每年分別有3500人移民加拿大 今年加拿大也都放寬 特定行業人士移民的資格 今年頭五個月 加拿大領事館已經收到 11500份申請表 羅奈兒 羅奈兒是其中一個申請人 今年7月30日 他正式接到通知移民批准了 羅奈兒是電腦程序員 他曾經為移民的問題 考慮了很久 他有很多同行的朋友 都已經申請了 亦都批得很快 初時他保住儘管 試下的心態 入籍申請移民加拿大 到他知道了可以成行 他亦都曾經爭不定主義 不過權行輕重 他終於都是決定去 最大問題是1997 那你為何這麼怕1997 我不是其實怕 因為我完全不知道1997之後 會是甚麼情況 那譬如如果你告訴我 1997之後很差 會差成怎樣怎樣 講明給我聽 或者心理整備會好些 但是我甚至覺得 都不知道1997之後 會是變成怎樣 那我最害怕 就是當你不知道 一件事會變成怎樣 才是最害怕 那你現在移民加拿大 那你是不是打算 在加拿大落地生根 我沒有這樣的打算 因為我是想著 坐完那三年移民間 就會回來香港 為什麼呢 因為基本上 我是喜歡香港 香港的生活 又多姿多彩 我的朋友又在那裡 那我又在那套生套長 那始終我都覺得 我家裏就是香港 我這樣想要做 努奎儀 也都是這家花店的老闆娘 她平時 一放工 就會來這裏打理生意 這裏每個月 占佔五六千元 她原文不捨得的 就要結束這一點點 由他一手一腳建立的事業 他說他更加不捨得唱朋友 就像這些歌迷會活動 他移民之後不會再有機會參加 他認為見不到張學友是很大的犧牲 你自身為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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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幾天 關先生、關太太 就要上飛機 遠赴澳洲墨爾潑定居 這幾天 他們忙得不得了 一有時間 就要去買好一些冬菇海味 以及將來生活需需用的家庭用品 關鼎超和他太太 是政府電腦資料處理處的電腦程序員 他們的同事流失率有百分之十二 大部分都移民澳洲 86至87年度 澳洲打算吸納16000個技術勞工移民 以及2500個商業移民 為了更容易適應當地的生活 很多移民都學回一技之場 關鼎超學修理汽車 因為澳洲不像香港那麼容易找到車房 修理費也很貴 而關太就在家學車衣 他說澳洲的衣服很貴 將來自己可以做衣著 關山關太這次移民其實還沒找到工作 也沒找到屋 兩夫婦帶著港幣15萬 打算到處才打算 雖然程度有點忙忙 但他們說都是充滿信心的 他們的朋友也寫信回來說 澳洲容易找工作 就沒得閒還可以對海灘捉鮑魚 捉龍蝦 生活捨意 究竟移民的生活 是否像關鼎超林那麼容易適應呢 如果適應不來 又放棄了現在的工作和生活方式 代價是否太大呢 我想如果現在仍是年輕 我想容易適應環境 如果真的不適合 我想起碼過了兩年才再打算 我想我們起碼都拿回公民權 即住了兩年拿回公民權 才會再考慮 為甚麼呢 既然都付出了那麼多 又工都遲了 又搬了東西過去了 如果無端端 難道真的住三四個月又回來呢 起碼都…有些… 至少也有些東西拿回來 有部份人 認為香港的潛途不明朗 於是決定移民外國 移民之後會怎樣呢 有很多仍然是未知之數 可以肯定知道的 移民是要付出代價的 他們的資格來到美國 足足做了七個月義工 是沒有薪水的 就算是這樣 初時都沒有人放心給他做 令到他很失望 第一個月去的時候 他們就只是給我 好像做雜工那樣 別人送些藥來 我便填個名牌上去 放好他 但很快 你做出來 別人就會知道 你對這行是很熟的 差不多過了一個月之後 我可以開始做那些 口服那些藥 因為他這裡是24小時 傳藥上去給每一個病人 我們便開始感覺到那些藥給病人 坦斯 你說你做了七個月義工 做義工的時間 有很多是做雜工的工作 而你在香港已經有十年的工作經驗 你在藥劑配藥方面有很多經驗 你當時有沒有覺得很 當時很失望的 因為你不知道你這段時間到底有多長 然後又不知道你是否到底可以走回日本行 幸好 我很幸運 我做了醫院裡面的訓練 大部分都是越南和菲律賓里的人 他們一直鼓勵我 告訴我 他們都是經過一段這樣的時間 而在這七個月來說 他們並不算長 潘生潘太太其實是少數幸運的移民 不需要太長的時間 就已經可以找到工 而且還是自己的路本行 雖然他們今天的收入 比起以前在香港 就相差得遠了 他們現在兩個人 越入四千元美金 在美國來說 只是相等於兩個美國 一般大學畢業生的起身點 潘先生說 給香港這裡的生活和物質享受 下降是很明顯的 舉個例來講 香港我們經常走到外面的酒樑茶室吃東西 就算很貴的油水海鮮 我們就照買回家煮來吃 或者是買衣著 有些歐洲流行貨式 我們就去買 所以香港這些消費本身來說 我們就多了很多 因為都可以買得起 所以就會這樣做 但來到美國 好像我們現在這樣 總收了差不多四千元美金一個月 我們在四千元美金裡 我們有半數拿去保險 汽車分期付款 還有房屋分期付款 稅也扣得多 扣了二十多大百分 差不多 這些保險和稅 已經去到我們總收的一半 現在彷徨的日子終於過去 潘生一家慢慢安定下來 儘管他們的生活享受和社會地位都比香港差 他們仍然沒有後悔 我自己就經常都這樣自己和自己說 我在香港當時的生活 不是一朝一夕得來 我已經累積了十年 然後我才得到這樣的生活的程度 和得到這樣的享受 我現在在這裡只不過是兩年而已 很可能我在這裡經過十年之後 我也是可以得到同樣在香港這樣的成果 自己都是這樣自己安慰自己 如果不是這樣的話 你一直這樣失望下去的話 那天怎麼能夠生存 潘生和潘太一家都比較年輕 而且懂英文 可以跟本地人溝通 對於適應新生活來說 是比較容易的 移民行業裏面 有頗多是年紀老 不懂英文 又不懂駕車 適應能力比較低的退休人士 對他們來說 移民的苦悶生活是難受的 你知道香港一九九七 很多天都怕了 大雨的問題就是兒女都來這裡 但是九七問題不是已經解決了嗎 簽了協議了 說是簽協議而已 有時會變的 當地市長還親臨展彩 一時成為佳華 今天他們全家有一半人都適應不到加拿大的生活 回到香港重新置業 決定以香港為家 事實上自從出現九七問題 移民加拿大的人數不斷上升 1983年 商業移民有2200人 1984年和1985年 每年分別有3500人移民加拿大 今年加拿大也都放寬特定行業人士移民的資格 今年頭五個月 加拿大領事館已經收到一萬一千五百份申請表 羅奧儀是其中一個申請人 今年七月三十日 他正式接到通知移民批准了 羅奧儀是電腦程序員 他曾經為移民的問題考慮了很久 他有很多同行的朋友都已經申請了 亦都批得很快 初時他保住儘管事下的心態 入籍申請移民加拿大 到他知道了可以成行 他亦都曾經爭不定主義 不過權行輕重 他終於都是決定去 最大問題是1997 那你為何這麼怕1997 我不是其實怕 因為我完全不知道1997之後會是甚麼情況 那譬如如果你告訴我 1997之後很差 會差成怎樣怎樣 你講明給我聽 或者我心理準備會好些 但是我自然覺得 都不知道1997之後會是變成怎樣 那我最怕就是 當你不知道一件事 會變成怎樣才是最怕 那你現在移民加拿大 那你是不是打算 在加拿大落地生根呢 我沒有這樣的打算 因為我是打算 坐完那三年移民間 就會回來香港 為什麼呢 因為基本上我是喜歡香港 香港的生活 又多姿多彩 我的朋友又在那裡 那我又在那肚生肚長 那始終我都覺得 我家裏就是香港 蘿恆怡也是這家花店的老闆娘 她平時一下班就來這裡打理生意 這裡每個月淨賺五、六千元 她移民捨得的 就是要結束這一點點 由她一手一腳建立的事業 每次我見你,你也揮揮揮 然後清空一波跳繪 各有各去向,卻有笑意共濟水 謝謝 他說他更加不捨得相同遊 像這些歌迷活動 他移民之後,不會再有機會參加 他認為見不到張學友是很大的犧牲 還有幾天,關先生、關太太就要上飛機 遠赴澳洲墨爾波定居 這幾天,他們忙得不得了 一有時間就要去買一些冬菇海味 以及將來生活必需用的家庭用品 關鼎超和他太太 是政府電腦資料處理處的電腦程序員 他們的同事流失率有百分之十二 大部分都移民澳洲 86至87年度 澳洲打算吸納一萬六千個技術勞工 移民你覺得是犧牲了些甚麼 表面上來說是犧牲很大 其實上… 犧牲是怎麼大呢 做犧牲而不做就犧牲了很大 為著家庭的大家的融合 以及自己的信心 過來這邊也是有一種樂趣 是補償的 吳先生說他今次移民 是打算落籍生根的 不過吳先生這種想法 其實並非是大部分有錢老移民的心態 梁瓦力是移民顧問 他協助過頗多香港人移民加拿大 尤其是以投資身份移民的 香港人是不是真正想移民 他應該是很清楚 很有錢的 大廠家 醫生律師那些 其實講到明都沉 他一定那些是靠過骨的 那些他不會什麼的 不會真真正正的投資加拿大 總之OK 好像就這樣用什麼 醫生來說 醫生的話 他多數傳一個老婆 一個太太 一個太太來 自己就回到香港再行醫 他真的不是有賣現縮而已 如果1997是好的話 他就留在香港 扔了一個護照 如果不好的話 他一定能飛回加拿大 其實他們找一個太太來移民 加拿大 只要找一個太太過橋 太太買現縮而已 現在個個都是這樣的 musik 終於都等不到福盈奇滿就回來了 曾榮和他的朋友說 移民的生活就好像坐牢一樣 今天曾伯決定不再捱下去了 曾伯去年4月以退休移民身份移民加拿大 在多倫多市更加定居 根據加拿大的移民規例 四年之內一定要在當地住足三年 才有資格成為加拿大公民 這次曾伯住不夠兩年就毅然回來 等於決定放棄這個移民機會 他說不適應當地的生活 根本上是不適合我 就好像在夏天來說 我早上去行行行神運 我們走去行行神運之後 就走出去唐人街打麻將 喝茶 初初期就挺好的 新見回的舊朋友 有時有聯絡 整整一下太過單調了 好了,跟住一到下雪更厭煩 因為第一,我的氣管 我下雪 對我的氣管有影響 第二,又不去街 出街要乘車 由我家走去那個車站 要走兩個字內 如果下大雪 我怎麼走出去呢 即是困住我在家 困住我家 等於三等移民 第一等呢 就等天亮 第二等呢 就等吃飯 吃完飯又等客 又睡覺 整天就這樣等 去年真伯一家六口 離開香港的時候 一點都沒有想過會回頭 他們變賣了在香港所有產業 拿些錢在多利多附近一個小鎮 買了一間舊汽車旅店來做生意 這項交易當時轟動全市 不止電視有專題訪問 報紙也都以頭條新聞報道 旅店開幕 香港自從出現九七問題 一些對香港前途 沒有什麼信心的香港人 都想盡辦法移民外國 鋪定後路 加拿大、澳洲和美國 都是香港移民嚮往的地方 不過 由於美國給香港移民的限額 每年只維持六百個 移民美國的人數 就沒有什麼特別增加 對於這位梁太來講 她在美國並沒有親戚 又沒有專業知識 而美國目前也很會接受投資移民 所以梁太要移民美國 就以另想辦法 唯一的途徑就是結婚 我女兒就來到這裏結婚 她拿了美國生販 變成可以申請父母 兄弟姐妹 為了移民就嫁過來這裏 一點點 美國當然要尋求途徑 梁太把女兒嫁來美國 想著不僅可以申請自己移民 還可以申請兩個兒子 她打算遲些 叫大女兒和女婿來美國 她說不想下一代過著 沒有自由的生活 民生說句 就怕九七年 因為我親戚 我中國大陸有親人在 受苦 變成要拿些東西上去 我們在香港是自由慣 不慣受束縛 想著子女 都好像我們以前在香港 過慣那種自由的生活 所以就叫子女來美國 新近移民美國的人當中 有很多在香港的專業人士 本來在香港過著高人一等的生活 來到美國 事業根基和社會地位 都要從頭開始建立 是甚麼令他們 作出這麼重大的決定 我移民來美國那個日子 1984年的時候 在香港 關於97年的事關 當時人生事實上 都很徬徨 而且看著港幣 就跌到 由五個多人錢 跌到九個多人錢 都會跌的 所以在那段日子裡面 這樣的經濟環境 所有 例如我做地產這一行業的 公務程人員 發覺這些事情要停頓的時候 不知道要停多久 如果在香港 萬一停到不好 我還是沒事做 與其是這樣 我為何不去找另外一個 新的環境裡面 來搏一搏 潘超王 以前在香港 是有專業資格的土木工程師 是長江實業公司的高級職員 月入兩萬多三萬元 來到美國 不承認他的專業資格 後來 托朋友介紹 找到一份劃跡的工作 雖然所做的工作 跟以前差不多 但是他在工程界的地位 就相差得遠了 我在香港做了十年的日子 人家就有這麼多 在工程界裡面 例如那些工程師 他都認識我很多 知道了這個人 以前是這樣的工作 公司方面也知道了 所以我就不需要再 做很多準備工夫 但是這裡不同 人家不認識我 你說你在香港做到天花籠房 也好 人家不知道 所以我在這裡 就要做很多 關於那些 將來做設計的工作 所以我就會每天去圖書館裡面 有些甚麼有關的資料 美國人是怎樣 有做到這裡的事 潘太太在香港 是有十年經驗的藥劑師 美國同樣不承認 陳太太為了九七問題 移民美國 本來他是跟女兒 住在加州一個小鎮 生活實在太苦悶了 於是他一個人 搬來這裡三藩市唐人街 想著多些人同聲同氣 日子會沒有那麼難過 我女兒那裡很悶 她又要上班 我學日要上學 變了剩下我一個人 很悶很無聊 事前上後我這樣 想這樣想那樣 想自殺的悶到 為了日子好過些 她千辛萬苦托朋友 介紹學車醫 目的不是賺錢 而是為了有所寄託 有班工友一起有傾言有講 不過放了工之後 她又要孤孤獨獨回家 等第二天開工 你比較兩地的生活 你喜歡哪裏 我喜歡香港 你喜歡香港 你不留在香港 又要不來 所以這些是很矛盾的 所以我現在經常回去 有時連回去兩次 沒有兩次也有一次 兒女在這邊當然是跟兒女 我也想留在香港 你既然不喜歡這個生活 又要留在這裏 你覺得這樣移民化 值不值得 我不值得 每一個轉變都會有德有失 沒有一個移民 是不需要付出任何代價的 對有錢的移民來說 代價就是犧牲 比較多姿多彩的香港式生活 加拿大的溫哥華 是香港投資移民的集中地之一 所以那裏 香港有錢人特別多 吳智能以前在香港 開了二十幾年工廠 移民之前是三間工廠的老闆 有十萬隻廠房 他在香港長袖羨慕 來到這一處 本來打算開工廠 做回本行生意 可惜總是困難重重 這裏做生意 大的生意 就被外國人 已經壟斷了 中國人 只適合做什麼 做餐館 暫時來說 將來很難說 或者中國人 或者會凌駕於外國人 都未定 但目前來講 只是做餐館 和小生意 和國際店 即店舖那些東西 變成了生意範圍 不是很大 除非是近年 有些中國人 就是做地產 或者其他東西 就比較 也都有 但為數當然 不是太多 除了是被 本地的人 壟斷了大的行業之外 除了跟政府 做生意的法例 和工會的勢力 有沒有關係 是有些關係 BC3 工會的勢力 就大很多 爸爸 人家問有沒有 蔣家王朝本書 有的 我稍後拿出來 你進來拿 好 好 吳先生現在開了一間書店 每樣都要親力親為 那些子女都要幫忙 以前 吳先生那間廠上了軌道 上班才是開校會 他以前有三個平置房車 有兩個司機 為了移民 臨走之前 將住的房子降價出售 吳太在香港 家裡有兩個工人 不用自己煮飯買菜 平時多數行公司 現在呢 就要到店裡幫忙 生活方式有這麼大的不同 從從來來到 有沒有不習慣 啊 小小啦 小小啦 但是 都可以克服的 因為 因為 我們家庭 每個人都歡喜 這裏的生活 這裏的天氣 嗯 都不錯的 為了